你是不是故意的啊 你不知道我跟慕子云的关系吗 我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要跟她合作 我回来啦 回来啦 在看什么呢 随便看一看 对了 等你们订阅祖国合同 我们乡线祖之后 你的工作人员就放在我外面 我一抬头就可以看见你 好不好 定制祖挂靠的事情 我 还没想好 你不选你未来的老公 你还选我的敌人啊 我哥今天去工厂啊 我带他出席 我今天叫你们过来 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定制组挂靠的事情 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听听 定制组的意见 董事长 董事长 定制组和塑金组靠得更近一些 对于定制组 我想 我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 定制组之前 要被裁撤 并不是因为资源匮乏 如果把定制组跟塑金组 合并的话 看似在齐头并进 资源共享 实则是在影响 定制组的创新性和独立性 而且之前 我们两个团队 就彼此合作过 所以 对对方都非常了解 合作起来 也没有什么太大难度 谋合期较短 有利于我们的发展 我在这里 可以替我哥先表立个态 如果定制组 刮靠到我们乡间组 我们会用全部的资源 去支持他 当然了 如果 考虑到私人的感情 那如果高杰愿意选择镶嵌组 我也只能忍痛割爱了 高杰 你的意见呢 我跟 定制组的师傅们 商量过了 大家一致决定 选择 我 光靠肃精组 你选择的理由是 对 因为呀 咱们定制组的这个产品啊 是中国古风 跟这个肃精组他们的产品啊 有些同源性 所以从实际的情况出发 我尊重师傅们的决定 果然呀 大家都是做大事情的人 定制组有记忆精湛的老师傅 又有才华出众的心性设计师 现在 来到我们肃精组 算是为我们如虎添翼 也为我们肃精组 增加了一个强将 我们欢迎职制 好 我们尊重定制组的选择 行了 你们都回去吧 回去讨论一下 两个部门怎么整合的协议 余职 你等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小杰 你想通了就好了 毕竟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嘛 其实我只是站在工作的立场上 选择了和定制组 业务更加契合的部门 并不是为了私人感情 好好好 反正啊 你心里有感撑 你自己会衡量 不过 表姨想再跟你唠叨一句 你跟余智的事情 还是要早点了断 余家的人 可不是你想想那么简单啊 我是不希望你陷得太深了 只是愿你啊 早点迷途知返 知道吗 表姨 感情和工作是两回事 知道了 好了 我呀 还有个客户要去见 那个挂靠的流程我已经做好了 一会让人发给你啊 怎么了 失望了 怎么会 公事就是公事 这是大家商量出来的结果 我肯定尊重 你从感情上主观地认为 高杰会选择你 可是高杰自己都说了 抛开个人因素 他觉得素金组更适合他们 你客观地分析一下定制组的情况 你就会觉得这个答案非常明显 对 从工一流程 到销售渠道 再到客户群体 素金组更合适定制组 你认识盛师傅他们 他们需要什么 你应该非常明白 要不说我们家高杰优秀嘛 打工无私 谁都想要 高杰的选择让我非常惊喜 你也很聪明 对 眼光不错 什么时候让我正式地见一下 我的孙媳妇 是以家长的身份 不是以董事长的身份 好 我尽快安排 董事长 我那边还有个会 我先走了 走吧 你是不是故意的啊 你不知道我跟慕子云的关系吗 你不知道我跟慕子云的关系吗 我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要跟她合作 不是因为想跟她合作 这事你干得真漂亮 连奶奶都夸你 做事沉稳滴水不漏 真是干的大事 你不要这么想我 从我个人的角度 我当然毫不迟疑地选择你 但定制组不止我一个人 师父们都更倾向和素精组合作 高姐你完全不知道我生气的点在哪儿 我知道 我把定制组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在你看来很不像话 但我不认为这个决定是错的呀 你不知道 你说的这些道理完全没有错 你是说话的时机不对 你知道吗 时机 你大可以之前就告诉我你的选择 我就这么不值得被你信任了 我当然信你了 那你信我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 你想选择素精组你就去啊 我难道不支持你吗 你心里知道啊 高姐 我们是不是说好我们之间不再有秘密 你这么快就忘了我 还是说你认为我会不听你的解释 非要让你来相欠组 不顾全定制组的大局吗 我就这么在你心里就这么武断吗 对不起啊 选择素精组已经让你这么生气了 选择素精组已经让你这么生气了 如果你知道慕子云是我表演 你会怎么看我 我到底该怎么办 这个秘密还能盧下去吗 那这秘密还能瞒下去吗 贝それで在这秘密 여기서嘎 Obviously